台海局势升温 美国国家情报首长办公室 发表年度威胁评估 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威胁 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三任期内 会持续地推动统一台湾 并且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而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则说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集成中国军舰 势必将会成为美军的首要任务 而这番话对于台湾安全的提升 等同是划下了清晰的红线 攻击不断绕台 台海局势升温 美国印太司令部 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说 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 集成中国船舰 势必成为美军首要任务 以防中国封锁台湾 集成军舰不仅是主要目标 实际上也是任何将卷入 这类冲突者的主要目标 这对台湾安全的提升 以及划下清晰的红线 让中共不敢发动武力犯台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宣誓 也有重大的影响 当然对台海的安全局势的稳定 也有莫大的提升 对台海开战时的第一步 美方很明确的宣誓 对台湾议题十分关注 美国国家情报首长办公室 最新的年度威胁评估 将中国列为美国头号威胁 并且警告中国可能将全球重要供应链 当作达成其目标的武器 情报总监海恩斯认为 习近平展开第三任期 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会持续推动统一台湾 破坏美国影响力 离见美国跟盟友 并推动某些有助于其威权体系的 国际规范 海恩斯的发言是目前为止最公开 最直接的批评 美国防止中国崛起 削弱中国势力必须要有更具体的行动 台海都不平静 台湾未来面对的情势恐怕更加严峻 记得说我们在台北报道